一把游戏如果你不去买盾 你知道这把游戏有多难打吗 开局剑克莉莉送我一个爱的龙卷风 但是没用他采价了 马尾拍苍蝇 马尔火箭之后我们看到了迷路的罗飞 所以直接带走 我们利用胡椒粉打出来一波优势 但是问题也来了 莉莉她走了 莉莉又来了 这时候罗飞被救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等一下她的落点 无谓在没有逃之央央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是可以抓到他们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急 抓到是抓到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护盾我们只能利用胡椒粉 所以这时候我们等一下冷却 然后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但是有时候现实是残酷的 所以我们又倒地了 然后我们没开二度 继续来一次胡椒粉 然后我看到了罐子 我沉默了我不想说话 虽然对手罐子很多 但是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我们还有机会 所以就没办法 我们只能没开三度了 继续抓一下罗飞 然后我看到了冰块 然后我又绝望 我又不想说话了 就这样我和对手 打得有来有回 他们终于没有了道具 我以为就这样起初 但是当我招到这颗粒粒的时候 我发现罗飞并没有飞 那么问题来了 粒粒是被拍到 所以这把我们的胡椒粉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然后我跪的时候 以我敏捷的身法 成功躲过他们的套路 但谁能想到 还有一个隐身的侦探 然后我倒地了 不过这个粒粒 还是来送了一波温暖 当然我整个人觉得 粒粒的操作还是可以的 它非常棒 然后我们喝完八件小隐身 直接偷袭了一下罗飞 尸层的buff 带走一个小罗飞 还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但这问题又来了 杂物间是没有火箭的 所以我们只能买一个火箭 这时候对方的状态都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不敢过来 直接救援的 绑上罗飞之后 我就看了一下奶酪 没有人 我们直接回房 看到了隐身的狡气 机会来了 所以我想着 侦探被我找到打中 然后又被拍了一下 我再放一个饭盒 他肯定是下不来的 就算他下来了 饭盒也会直接爆炸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送走他 我想多了 侦探是满状态 但是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抓到罗飞的时候 我还注意到 侦探已经倒地 那么说明一个道理 他肯定是被我的胡椒粉击倒的 然后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我只放了一个饭盒 我连胡椒粉都不放 但是自信的代价 就是对方有信心棒 这一波操作下来 我直接爆炸 难道是我太轻敌了 这时候罗飞还硬气不错 被拳头吹了 我就知道机会他又来了 但是这些年轻人 他不讲武德 他背后偷袭 然后我就失去了一波节奏 在见面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强防期 我看着回家的罗飞 我知道机会来了 剑客没有犹豫 直接救下罗飞 那么不好意思侦探 再见了 剑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去 也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但是有时候真的 人算不如天算 没能想到这个罗飞 这么勇 直接原地爆炸 但是这时候 剑客起来就有点离谱 没办法 我们只能再次抓起罗飞 然后我放了胡椒粉 我想着剑客肯定会过来救队友 但是他没有救我 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吃起了苹果 队友都没了 你还吃苹果 就能忍你也没了 被刮圈 鞋子掌 我成了全腿鹅 我成全腿鹅